今天我們聽第一篇讀經 是舊約的出谷記 內容提到 兩件以色列人 他們以信仰眼光看的食物 就是暗春和馬南 這兩種食物 原本是自然界的現象 是很普遍的 話說在春天或者秋天 這些千輩的暗春 成群結隊地 穿過非洲大陸 阿拉克伯和地中海國家 當他們飛到累的時候 就會休憩在 西內半島 時時成為人很容易捉到的食物 至於馬南也是 西內沙漠的灌木林中 飄揚出來的白色果實 仁慈的天主就用自然界的現象 去幫助他的子民 在旅途當中獲得食物 來補充養份 恩賜馬南 一方面是幫助 另一方面是對以色列人 一種考驗 在沙漠的旅程成為他們 練習的場所 學習如何控制自己的欲望 他們要學習 不要爭取多於日常生活需要的多餘財富 而高興於日用食糧的滿足 更重要是要培養對天主眷顧的堅定信心 近日在奧運會的比賽當中 香港劍擊手張家朗拿了奧運一面金牌 令到全港市民興奮著躍 我們所有人都會集中在他當日比賽的緊張 和勝利的一刻 不過為張家朗 他更加回顧過去幾年的困苦旅程 長時間經歷低潮 張家朗曾經迷失在劍道之海 長期在體育學院練習和外出比賽 但始終突破不到樽頸 在東京奧運會之前 他經歷人生最困難的一段時刻 幸好教練看到他又不妥 立刻叫他放假幾天 而這個決定成為了他脫胎換骨的關鍵 短短幾天之間由劍忌到人生 他想通了很多東西 令到他能夠學習放鬆 在悲觀深思過了之後 張家朗終於能夠破茧而出 令到他在劍道上面 好像火鳳王一樣重生 張家朗的經驗 提醒我們信心的重要性 身體健康重要 不過心理健康更加重要 也提醒我們教友 生活要拼搏 但是信賴上主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們聽的是《若望福音》 耶穌知道當時的人尋找他 不是希望聽他講道理 而那些人只是希望繼續 獲得這些免費的麵餅 而不需要勞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問過一個問題 為什麼是五餅二餘呢 為什麼不是四餅三餘呢 原來這些數目字背後 是有深層的意思的 五餅二餘的象徵 對於了解聖經的人來說 很快會想起梅室的說話 人生活不單止靠食物 而且要靠上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語言 為以色列人來說 五餅是指梅室的五書 是上主的話 是上主的教導 就是我們生命的食物 至於兩魚呢 兩條魚可以說是這些餅的陪伴 代表著以色列另外兩個系列的聖書 就是舊約的先知書 和智慧文學書 他們幫助以色列文理解梅室五書 了解上主的話 主耶穌要求我們不是工作 而是無條件相信祂的話 相信祂的福音 誰人相信誰人就可以獲得榮生 而無條件相信上主的話 包括了分享上主的選擇 和將自己的生命交託給祂 相信只要和耶穌時時在一起 就會幸福 耶穌是要求這種無條件的相信 因此唯一能夠養育人幸福的麵餅 就是基督的華 就是祂的福音 而不是沙漠的馬納 麵餅就是天主的聖言 天主聖言就是我們生命之良 在過這幾天 我們香港人很開心 除了劍擊手張家朗拿了奧運金牌之外 何思培也都連續拿了兩項游泳的銀牌 祂是一個天主教徒 亦都在香港聖寶祂的小學中學讀書 在中學期間 就祂自己所說 好像早上三點多就要起床 五點多就要去游泳 游泳之後馬上上學 放學之後又去游泳 祂回憶中學的生活其實是很辛苦的 但祂想到學業和游泳可以並進的 而祂覺得代表香港是理所當然 因為祂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長大 在本地讀書 始終對香港有很濃厚的感情 所以祂能夠每次代表香港 覺得很自豪 雖然很多時候練習是辛苦和沉沒 有時都會放棄 但在游泳池認識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為祂帶來樂趣和動力 祂說祂小時候 很多時候游泳游到中間 就有上水走的情況 其實放棄很容易 祂說門口就在那裡 一上水走出去就行 不過原來堅持下去是最辛苦的 實際上信仰生活都是要堅持 並且要堅持到底 今天的聖經給我們兩個的喜訊 第一 暗春和馬納對於有信仰的以色列人來說 他們是來自天上的恩慈 梅申五書是上主的話 成為了他們生活的食糧 今天整本的聖經 亦都是我們生命和生活的日用量 當你打開聖經 能夠指引我們萬向永生 當你實踐聖言 是令到我們得到永生 第二就是主耶穌要求我們 不是只是工作 而是無條件相信祂的話 相信祂的福音 相信只要我們能夠 和耶穌一起 就會得到幸福 因此 唯一能夠養育人 幸福的面餅 就是基督的福音 而不是沙漠的馬納 是上主的聖言 就是我們生命之良 就用我們努力 每天不斷地學習 使得聖言指導我們的生活 而我們的生活 能夠見證上主的福音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